歡迎來到民視台灣學堂哲學堂前前的節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葉浩 今天來跟我們一起聊哲學的是 來自中研院人設中心的曾國祥研究員 大家好 我是中研院人設中心的曾國祥 曾老師其實是第二次來到我們這個節目 今天能夠再次邀請老師過來 是因為我們最近在華人世界裡面 終於有一本專書 是談一個20世紀相當重要的政治哲學家 他叫做Michael Ockshelt 中文通常是叫做Ockshow 曾老師剛寫了一本Ockshow的專書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思想家的第一次有中文專書是吧 在大陸也許有 但是品質比較稱之不齊 我不敢說 但是至少在華文學界裡面 我認為這一本小小的書應該是比較精準的 全面的深入的介紹Ockshow思想的第一本書 比較精準全面而且應該也是相當的有系統性的 對 相當系統性的 對 那可不可以先簡單的跟我們講一下Ockshow他是誰 然後為什麼在這個時代我們要特別關注這一個人呢 OK 簡單的說他是20世紀的一個重要政治哲學家 他過世的時候他出生於1901年 死於1990年 他過世的時候英國主流的媒體 大概曾經盛戰他是英國從伯克或者是約翰米爾以來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 那他的這個政治哲學之所以在相當程度上不容易在華文世界所得到很多的關注 我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 雖然他要捍衛的提倡的是自由主義裡面最核心的價值 個人自由 個體性 但是他的寫作的手法是用一種非常Hager式的方式 以及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哲學跟實踐之間具有一個批判的距離 所以是大概是約翰米爾之後最重要的英語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 那他他常年在倫敦政經學院任教是吧 那他的思想如果我們要理解他的話 那他有寫了哪一些非常重要的著作可不可以先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OK 他的著作我在想這個最重要的三本 大概他最早年我談過他是一個非常黑格主義者 所以最早年一本書叫經驗及其模式 那是一個非常觀念論式的論主 非常的會色難懂 那中年他到這個倫敦政經學院的時期 最重要的一個著作大概叫做政治中的理性主義 那麼是對政治裡面的這種過度推崇抽象原則的這樣的一個思維 也就是說對理性的這個越界跟勿用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批評 那他第三本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他真正的扛頂製作 是他1975年這時候大概已經75歲 寫成的叫Unhuman Conduct 論人類行動 那這本書非常非常的會色難懂 甚至我可以說呢 我這個書事實上某個意義上 也只不過是對人類行動這本書的一個中文的 比較精準的導讀 對一本那麼重要的著作 能夠有一本導讀已經相當的不容易了 那我們知道20世紀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意識形態 那保守主義 自由主義 共和主義等等都有 那保守主義一般是被認定他是20世紀最重要的保守主義者 那可不簡單告訴我們說他的保守主義的思想的核心是什麼 好 其實這個問題非常有趣 就是我剛才說他之所以不容易被理解 以及在華文世界比較沒有這麼大的知名度 雖然他的哲學深度跟他同時代的像柏林海耶克這些比起來 是好不遜色 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說哲學跟實踐之間有一個批判的距離 那他保守的核心我覺得正是在這一點上 很簡單的說用他舉的一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一般人看到時鐘會問現在是幾點 可是他說哲學家不是問這個問題 哲學家是問時間是什麼 那對一個每天看著時鐘問時間問幾點的人 其實你知道時間是什麼的這件事對他是沒有幫助的 可是哲學家透過去探索 使得一般人的認識成為可能的背後的這些條件 他因此豐富了我們對於原來的認識的這個具有的範圍 那再譬如說對他而言如果你是一個好的喜劇的劇評家好了 你自己不用很會說笑話 OK 你不用像周星馳一樣很會說笑話 或者是很會去拍喜劇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馬上再舉個例子 你一個好的經濟學家 他不一定就是在譬如說股票市場上可以獲得高利 換句話說對我而言 他真正的保守其實是在對人的理性的限制的這一點上 那也因此呢 如果我們可以通過今天的討論 事實上他最後要去正誠的 或他的真的在政治上的立場 跟主流的自由主義對於個人自由的捍衛堅持是沒有差別的 只是他用一種黑格爾式的方式 用一種哲學保守主義的方式來談論人的自由的首要性 好 我們現在一下子已經有好幾個不同的概念了 就是您已經第二次談到用黑格爾式的寫作的方式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回頭過來 但是你剛剛的講的陳述的這一段話呢 有談到兩件不一樣的事情 一件是我們平常在做的 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可能是實踐的面向或有實用的部分 那實踐的面向跟思考的面向或哲學面向好像是不一樣 或者說實用的跟理論的基本上有一些差別 那所以這兩件事情的差別以及您剛剛也談到說 他的保守主義是對於理性的一種的反思 而且在思考他的界限那這兩件事情有什麼樣子的差別呢 簡單的說就是Oksha這個曾經把哲學比喻成是 人類對話中的一種聲音 甚至他認為整個人類文明如果比擬成一場對話的話 一個精彩的對話裡面一定是眾聲喧嘩 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比如說科學的歷史的哲學的宗教的 甚至實踐的等等等等 可是他所批評的理性的樂界某種程度 跟柏林批評一元論是異曲同工的 那就是在現代社會裡面 因為我們太相信譬如說科學理性或技術理性的 這種霸權 因此使得我們的對話變得很枯燥乏味 這個枯燥乏味就顯現在 我們原來本來應該是眾聲喧嘩的文明 現在變成是定調在一兩種特殊的聲音之上 那哲學對他而言雖然保守 可是這個保守背後卻帶著非常猜解式的 顛覆性的一個特質 他試圖通過哲學去把所有的西方大的哲學傳統以來 對於這種理性一元論的觀點進行一個猜解 進而去陳述某一個任何一個人類的學問 知識觀點或我們剛才說的不管道德宗教等等 都有他自己獨特的一個內在的理性 我們這麼說好 所以實踐面跟理性面是兩種不一樣的理性運作嗎 是 特別在這個問題上 就是說他說的實踐 就這裡說的實踐 其實說的是我們日常的 譬如說一般的活動 譬如說我們來這裡露營 我們去上班去上課 每個人都有這樣子 然後我們希望我們的生活過得更好更美好等等的 說的是如果我們是說這一層的實踐 它有一個概念 其實我們可以說就是 這非常的這個human 就是實踐有它的自主性 那哲學跟實踐 跟這些不同的知識觀點可以對話 但是如果你什麼東西都聽命於哲學 那跟我們什麼東西都聽命於 譬如說科學聽命於技術有什麼差別 所以它的哲學說是保守 但是我說這個守成跟顛覆是同時存在的 因為唯有哲學自己 自我限制它的理性的越界 才能把真正的實踐理性還原給實際在使用它的人 所以真正實踐要超持一個有德心的生活 責任是在個人 不是哲學家替你規劃一個美好的藍圖 那也因此保守的地方就在這兒 他就不會像許多自由主義者 先畫好一個很重要的實踐綱領 督促我們往那裡去 他會說政治是人類永恆的困境 因為我們日常碰到的太弱的這些紛爭 哲學可以理解它 但是我不能給你真正的方案 但這一條線的畫法就是實踐跟理論的差別 這本身是理性畫出來的嗎 這一個是應該是這麼說 就這個是理性的多元 所以它的思想裡面是一個非常深層的多元主義 不但是價值的多元 甚至就你的問題而言 我會說哲學有哲學的理性 實踐有實踐的理性 歷史有歷史的理性 因為理性這個字的另外一個談法不就是reason 它可以加s 你從事歷史研究有你的理由 你從事科學研究有你的理由 你在科學研究裡面 你所發現的重要的科學真理 如果你沒有經過反省批判 直接用到文學 用到藝術 用到哲學 那不就是讓我們的文明掉入現在所看到的 為科學主義四重 OK 就是說很強的一個技術統治的文化意識形態 所以就這點而言 它的保守主義絕對不是天真的去守成 天真的去接受我們認為一切理所當然的 恰恰相反 對他而言哲學家剛好是在別人停止思考的時候 開始思考 哲學對他而言絕對是一個持續的 不停不止的反省批判 這也是他對黑格爾非常青睞的一個原因 他甚至認為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之一就是黑格爾 OK 好 我們先在這裡做一下中場休息 等一下我們再回頭過來繼續聽曾老師講 和奧秀的思想 歡迎回到民視台灣學堂子學堂前前的節目 我們今天談的是奧秀的思想 今天來跟我們聊的是鄭國翔老師 曾老師您剛剛提到了奧秀他對於理性有一個特別的看法 也認為實界面跟理論面基本上是兩種不一樣的理性 而且可能理論面跟實界面各自還有好多的不同的次領域 所以他的理性的理解基本上也是相當的多元的 好像說好多種不一樣的領域 有各自的運作邏輯也可以這樣子來講 您剛剛也談到了黑格爾 黑格爾氏對不對 我們剛剛說先把這個留著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您所謂的黑格爾是什麼意思 好 我剛剛提過 事實上奧秀跟黑格爾一樣 認為最重要的西方現代性文明的核心 是個體自由 那我們只要講到自由 大家一定會想到康德 比如對康德而言 我們自由這個東西其實最重要是必須由自我來決定 自我選擇 自我決定 那人在做自我的決定 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是 因為唯有人能夠是服從於他自己所做的決定 或康德的這個術語其實是叫做無上面令 那這個時候人才能夠真正自由 因為你服從的是自己的理性 那黑格爾對康德最重要的批判大概就是說 你這種思維忽略了社會脈絡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個竊盜是不是一個罪 竊盜是不是這個罪 要有一些社會制度的脈絡背景 比如說如果我們有私有財產制 我們怎麼可能在一個純粹的理性的思辨上 去說竊盜是一個罪 所以我說Okshaw受到黑格爾的自由概念影響 簡單來說就是黑格爾的自由概念是實現的概念 理性跟自由只能實現在脈絡裡面 環境裡面 歷史裡面 反過來說人的社會制度 其實就已經是自由的實現了 所以自由真正的問題 不是自己一個人的自由 自由真正問題是你如何讓你個人的自由 能夠跟使得自由成為可能的 這一個社會制度相互的妥協 用黑格爾的話其實就是一種和解 那在這個意義上 Okshaw的整個政治哲學思維的核心 因此導向了黑格爾說的倫理生活 Okshaw給他一個特殊的轉有名詞 叫實現體 不能跟剛才的實現混淆 因為他把實現加S 就好像理性加S一樣 各種哲學的歷史的 我們剛才談的所有知識觀點 在他Human Kanda裡面 其實都是一種實現體 那剛剛從Kanda那樣談起的話 是一個Okshaw所謂的個體性 或者是理性個體嗎 對 就個人自由我們這麼說好 我們這麼說好 就是說如果回到道德哲學的層次 政治哲學的層次 其實當然最重要的一個核心價值 是個人自由 那如果每一個人 這個因為個人自由 因此必然呈現出一個價值多元分歧的 每一個人自我彰顯 自我心說不一樣 那我們如何在一個多元分歧的 現代社會之中 找到一個可能的道德規範 以及國家的理想型態 使得個人最重要的自由 不會受到任意的威脅 那他事實上在處理這個事 OK 就是他認識到了 人不是一個相對抽象的人 是的 理性也不是那個純粹的 非常抽象的高度理性的 所以都必須要有一個實際的脈絡 才能夠去落實那個理性 所以如果理性是一種 應該說自由如果就要服從自己的理性的話 他同樣也需要有一個脈絡 才可以 所以一個自由的人 他必須是一個 就是一個脈絡當中的實踐者 對 也是這個樣子 我還以為說 您剛剛談的 他寫作的方式的 黑格的味道是非常的灰色 也有這一層 也有這一層嗎 也有這一層 他非常的這種 事實上他的英文 你對他非常熟 這只要讀過他的人知道 他的英文是連英國的學者都非常推崇 他英文非常非常的優美 像寫詩 像寫詩 這個哲學閃文一樣 所以他的東西難懂是 他往往用非常喜戀的一些景語 語言來表達哲學思想 在某些意義上 他是非常的黑格 但如果用另外一個比喻的話 也有學者稱他是英國的海德格 英國的海德格 對 那就複雜多了 是是是 那是另外一個脈絡 所以我們一般也稱他為 就是英國的一種觀念論者 觀念論者 所以可不簡單告訴我們 就是他只是繼承黑格的思想嗎 還是他有做一個什麼樣子的特別狀況 我認為 這個問題非常好 如果就你的問題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 他的貢獻 是在於當他要說 所以自由要跟這個實踐體 或傳統脈絡 他早年講傳統 要能夠相互調節的話 他把這個傳統完全的程序化 使得傳統可以跟個人自由相互的契合 比如說第一個 要理解他實踐體必須先區別 這個自由跟決定論的不同 他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在社會科學哲學上 也常碰到這個例子 比如說我現在對你眨眼睛 有一種可能是因為 我的神經抽動 可是另外一個可能是 也許時間快到了 我在跟你眨眼示意 我在跟你眨眼示意的這個動作 傳達我的自由 我的彰顯 我跟你表達什麼意思 你怎麼會知道 我在跟你眨眼示意 因為有個意義脈絡 這就是他說的 OK 所以探索人類的行動 不能夠是用決定論的 不是他錯 是在這個脈絡上 他叫科學 我們就失去了原來 我們說的 在一個道德哲學 行動哲學上 我們更關注的是 人怎麼去彰顯他自己的價值 人怎麼形塑他的人格 那這個意義上 這是黑格 可是呢 他對黑格爾的一個很重要的修正 就是呢 他說這些實踐體 只是一種 一種 一種 用那個話來說 只是一種程序的條件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 棒球之所以跟籃球 足球不同 是因為棒球棒球的規則 所以你在打棒球的時候 你沒有 你不曉得什麼是山正 什麼是世外 什麼是靖遠 什麼是你知道棒球的布陣 你沒有辦法看懂棒球 可是呢 反過來說呢 每一場棒球比賽的內容 都不一樣 因為沒有這些規則 就是實踐體 人就沒有辦法實踐棒球這個活動 可是呢 你在做棒球的這個運動的同時呢 你並沒有被這些規則所限制住 不然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比賽 也因此對他而言 簡單的說 雖然實踐體是先於行為存在 這聽起來好像有一點要壓制個人行為 就好像他常說的 譬如說一定是有先有愛情的實踐這個東西 才有人有辦法寫情詩 一定是先有人講的語言 才有人有一個人叫文法學家 然後來把我們的這個語言裡面重要的規則 整理出來 所以人的practice有個自主性 那你要做一個好的棒球員 其實呢你就去做你就去打 對不對 你在棒球裡面 你就知道怎麼配球怎麼控球 怎麼來讓你自己的自由 能夠跟這個實踐體 產生一種黑格式的和解 而在這個意義上 事實上我剛才說了 就是個人自由這個東西呢 因此可以有一個黑格式的實現 又不會讓傳統感覺是壓在個人自由身上 嗯 就我所知呢 就是當我們在談黑格的和解的時候呢 他也一定有一個認知的一個層次 所以人跟這個世界的和解 對黑格來講很基督教的一種講法就是 真理讓你得到釋放 讓你能夠真正的自由 然後黑格在談的時候也是 但是我們如果認識世界的存在它的本來的道理 包括歷史的進程等等 我們就某種程度上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在這裡 然後我們很多事情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是認知層次 在思想的層次上 我們終於明白了為什麼 所以我們跟世界有了一個和解 但是呢 照您剛剛所講的這一個奧秀 它好像並不是強調這個認知的這個層次上 而是強調就是說和解是一個程序上 好像說我們跟傳統之間 或如果用棒球的話就是 規則有限制了我們 可是規則本身也是讓我們得以發揮 讓我們能夠玩遊戲 所以它是從這個角度切入來看 我們跟傳統之間 或者我們跟道德之間 就是其實呢 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反而也沒有自己 所以這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實踐了的這一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種和解的 一種很獨特的概念是嗎 在這點上 當然奧克薩跟黑格會有一個差別 如你所說的 比如對格言大家都知道 他說哲學家是米若瓦的貓頭鷹 只有在夜幕地的時候才展翅高飛 所以黑格那個和解 事實上哲學但扮裝的角色 最後要透過哲學才有辦法 讓你剛才說這整理呈現出來 對 而哲學即便是在文明危機的時候 來告訴我們這個 現在我們所經歷的這一些事情 但是基本上 黑格比較沒有真的進入到 我剛才說的 你剛才說的 就奧克薩重視的 其實因為他認為 那一個和解其實是 你即便在每個人 在日常生活裡面 都碰到的那些所有的困頓 事實上人不斷的是在 跟他所處的世界和解 就是說那一個和解 不只是認知的很哲學的層次 所以他常說 哲學家是思想的受害者 恐怕只有真正哲學家 他是每天在這個意義上思所和解 可是一般人日常生活裡面 碰到很多的困頓 那他一直要把這一個 我剛才談到實踐自主性 把實踐理性還原給真正的行動者 那你自己在扮演你自己的角色 在作為一個自由人的同時 你就必須 就好像打棒球一樣 你就必須 必須不斷的跟你的生活的 這個脈絡裡面 進行一個實踐式的和解 我這麼說好了 聽起來像是 語言規則讓我們才能夠得以講話 對不對 他某種程度限制了我們 但其實也給予我們有創作的自由 對 那甚至還可以 運用它來做很多的比喻引喻 好 非常謝謝曾老師 今天來跟我們介紹 Okshota的保守主義的思想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在這裡結束 那我們下個星期 我們再請曾老師回來 繼續跟我們聊 Okshota的保守主義的哲學 很高興曾老師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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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城